這段影片主要講解一下股票轉倉的操作和細節 在整個轉出和轉入股票的步驟過程中 客戶是不需要親臨富途辦理手續 只需要登入ROAPP 裏面做輸入資料 由結算同時交收就可以了 以下我們會展示一下轉倉的操作 如何在其他中介轉出股票去到富途證券賬戶 一般就是需要在轉出中介的一方 填寫一份叫SI form 即是轉出表格來完成轉出指令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份轉出表格 最主要就是填在轉出中介的基本資料 轉出的股票名誓 還有就是接收方 亦即是富途的資料 就好像是富途的名字 在中央結算的編號 富途的交收聯絡部門 以及有關的人員聯絡電話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富途所開通的證券帳號 有關這方面的交收資料 我們是會有最新的版本可以提供給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cssatfool2hk.com 或者是在這個App內的線上客服 可以跟我們同事去撒取 當完成了轉出方的指令之後 我們只需要在ROAPP 裡面的轉入股票指令當中填寫有關的資料 就發起一個轉入股票的通知 給我們富途的結算同事 跟對家的中介人進行交收 就可以了 而轉入股票的入口 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按App的左下方交易 然後找證券帳戶 然後就是全部 然後看到有關股票這一欄 會看到轉入股票 第一步我們就要選擇轉出的中介人 如果可以找到命中的中介人 因為我們有內建的資料庫 就可以輸入少很多資料 如果找不到相關的中介人 可以按下這個其他券箱 雖然要輸入的資料都較為多 不過這些資料 其實等同於早前我們展示給大家看的 這一份方 是同樣 而這些資料都是可以 轉出方去撒取 只要照單執約 輸入適當的位置 接下來就是輸入你轉入股票的資料 按一按添加股票資訊 輸入你轉入了哪一隻股票 有多少股 留意一下最後一項的每股成本價 這個輸入其實就是你本來在其他中介的持倉股票 買入的一個成本價 是用於計算你在股票持倉的一個盈規 如果未有設定的話 就會按轉入當日的市價 來代表一個成本價 按了確認下一步之後 就會出了完整的接收明細 如果核對無誤的話 一般都會在三到五個工作日 就會完成整個轉出步驟 而且可以做到交易 如果有特別問題 鹽誤了交收的話 我們也會有同事用電話 電郵的方式去通知客戶未能處理 或者會告訴你問題 完成了轉入之後 都會有相關的電郵和系統訊息通知 有關股票的轉出轉入收費 一般中介人在接收轉入股票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產生手續費 而轉出時的費用就需要客戶向有關的轉出方中介查詢 有關富途方面的收費 除了可以來我們官網有關收費欄 下面都有提供傳送 如果各位客戶載有進一步的查詢 歡迎致電我們的熱線電話25233588 或者是用App中的座線客服 找到專門的同事幫忙 拜拜